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科技院 让我们共同感受农业科技的魅力 每年的三四月份是很多地方油菜花盛开的时候 这金灿灿的油菜花对于游客来说真是美丽的风景 对于种植户来说则是孕育着丰收 可是在湖北省仙桃市刚开过花的油菜却都被人砍掉了 而且有人说这些不能榨油的油菜还能够卖出不少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指挥农民砍掉油菜的老人可不简单 他叫傅廷栋 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油菜遗传育种学家 华州农业大学教授 就是他正在让农户将这片天里的油菜全部砍倒 被砍掉的油菜有二百四十多亩 位于湖北省仙桃市的沙湖农场 和周围的油菜一样 这些油菜已经开始结甲了 再过一个月就能够成熟了 风收在即 傅廷栋院士为什么让人把这些油菜都砍了呢 傅院士说 这些油菜种下去就是为了现在砍掉的 过去油菜都是炸油 我们最近的开辟新的利用途径 同收油菜只比较的话 可以一两百块钱应该是问题不大 多收入 多收入一两百块钱 江汉平原是我国最主要的油菜种植地区 千百年来这里的农民都是在秋冬季节播种油菜 每到春天这儿就会变成一片花海 到了夏初时节 成熟的油菜籽就能压榨成为食用油 种植油菜就是为了炸油 可现在还没有成熟的油菜就能卖钱 而且比油菜籽还要收入高 这些青绿的油菜能做什么用呢 在仙桃 这些油菜是留下来接紫榨油的 为什么这片地的油菜却砍了去喂牛羊呢 傅廷栋院士告诉记者 这些当作牛羊饲料的油菜都在一种特殊的地里 这种地叫做冬咸田 收了水稻了 收水稻地就空出来 空出来呢 冬季不种东西就冬咸田 在湖北 每年秋季收割完水稻后 因为冬季气温低 就无法再种植别的农作物 地就闲置着 一直到来年种植水稻 这些地都被称为冬咸田 据统计 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 冬咸田总面积超过了1.5亿亩 耕地闲置着 对于傅廷栋院士来说 是一件揪心的事情 傅老他通信了什么地步 他说老百姓把这些地啊 国家把这些地给的老百姓 但老百姓他那个他一年只种一季 好歹中两季 后面就空了 就从这个上面来讲的话 我们还是要想办法 就是给老百姓读出点子 土地是农民这个生活的来源 是吧 因为没有土地 这个农民就没得收获了 所以呢 对土地有个浪费了 我们跟着的是 是不应该的事情 为了让冬咸田不再闲置 傅院士在2014年提出 他要在湖北冬咸田里面 试验种植油菜 来作为牛羊的饲料 这种油菜被称为饲料油菜 其实从20世纪90年代 傅院士就开始了饲料油菜的研究 这十多年来 他一直在解决 制约饲料油菜 产业化发展的两大瓶颈 傅院士深知 只有解决了这两大瓶颈 才能让饲料油菜的产业化成为可能 困扰着傅亭洞院士的第一大瓶颈 就是油菜作为饲料的产量问题 这是湖北省饲料油菜生产观摩会的现场 2016年4月7日 来自我国种植养植领域的五名院士 和众多农业专家们 冒雨来到了沙湖农场 这一天 傅院士在湖北试验种植的饲料油菜 将进行测产 这次测产的目的是要测量出 饲料油菜收割单茬的产量 和收割两茬的产量 从这个每一个平米里面 产多少公斤 然后多个平米 把它平均产多少公斤 现场测产 选择了两块油菜田 第一块地里的饲料油菜 是第一次收获 第二块的饲料油菜 在2016年2月已经收割过一次 这是第二次收割 专家们在一亩的油菜田中 任意选择了三块一平方米的区域进行测量 并将三次测量的结果 平均 最终得出饲料油菜的产量 对于这一次的侧产 富亭栋院士非常关注 在湖北种植饲料油菜的产量 是富院士十多年研究成果的一次检验 他从事饲料油菜的研究 起源于一次西北之行 富院士联合甘肃省农业厅 在当地的秋贤田上 开始了饲料油菜的试验种植 华州农大连委托甘肃农业大学 以及甘肃省五月市 进行了饲料油菜 饲养羊的一个实验 饲料油菜饲养羊的对比实验 分为三组 第一组是20%的饲料油菜 加上80%的玉米接杆 第二组是用饲料油菜和玉米接杆 各占50% 第三组全部是为玉米接杆 在饲养了38天之后 油菜作为饲料的实验数据 让大家都很兴奋 第一组也就是添加了20%的饲料油菜的这一组 每头羊的平均蒸重是3.24公斤 日蒸重是85.2克 第二组也就是饲料油菜 以及玉米接杆 各占50%的这一组 每头羊平均蒸重4.35公斤 那么日蒸重在114.5克 而第三组也就是不添加饲料油菜 全部是玉米接杆的这一组 每头羊增重了0.28公斤 那么日蒸重只有7.4克 这个差异是很明显的 在饲料中添加油菜 羊的增重非常明显 无论是实验室的数据测试 还是养殖户的实际使用 都证明了油菜作为饲料 在营养价值上是没有问题的 营养价值是蛋白质 淀粉糖和脂肪这几个方面 蛋白质对人和身口里面 生肖发育都是必须的 所以我们有些 为什么用大豆的饼 为身口呢 大豆饼的蛋白质很难 不能试试 我们油菜呢 部分级20 那是很不错的 从豆科母出样 在甘肃实验成功后 傅廷栋院士 又先后在西藏东北等地区 进行了饲料油菜的种植 及饲养对比实验 结果都很好 虽然将油菜作为饲料是可行的 但是一直以来 油菜的研究都是将目光聚焦在油菜籽的产量和质量上 还没有专门研究提高油菜精杆 枝叶等绿色体的产量 如果油菜绿色体的产量不高 就很难进行大规模的发展 为了让饲料油菜绿色体也能高产 十多年来 傅廷栋院士一直在研究和探索 通过一轮轮的选域 他终于得到了一种 可以作为饲料油菜的品种 2014年 傅院士在湖北种植的油菜 就是这个品种 我一米六一等一米七等个问题 你看这两个制度就是不一样 这个制度它就更高大 更高大 然后尽量就比较粗壮 那么它的这个产量就更高了 在种植上 因为饲料油菜不需要收获菜籽 在播种的时候 饲料油菜的种植密度会加大 通过密植的方式来增加油菜的亩产 一般的油菜的话 在生产的湖北来说 就是两万株左右 目前 但我们做十个油菜呢 可以都两万五三万株都可以 在收割上 傅院士的团队还摸索出了 饲料油菜最佳的收获时间 是在每年的清宁前后 也就是油菜的中花期 这个时间收获的油菜 蛋白含量最高 不仅如此 傅院士发现 在东咸田里种植饲料油菜 还带给了它一个意外的惊喜 我们过去是种油菜的地 种水稻 被种小木的地 后面种水稻 水稻也争成不得死 在油菜的生产过程中 油菜的根部 能够分解出一种有机酸 来溶解在土壤中难溶性的磷 土壤中的磷释放出来之后 能够很好地被水稻吸收 不仅如此 油菜的落花落叶和根 烂在了土壤中 就变成了氯肥 不仅可以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 还能够使得土壤的孔隙度变大 疏松了土壤 这就为水稻的增产 创造了条件 湖北省 长江流的面积都很大 东西很多 很多都没得用 我们反正种了16油菜的话 不会是投养的浪费了 而且呢 让投养 还被这个蒸糙也好多多 2016年4月7日 测产组组长观春云院士 公布了最终的测产结果 最后结果是这样子 这个收第二次的 这个煤火的散量 是3.360一吨 因为这个秋海收一次的 一次的这个牡丹量 4.88分 结果就是这样子 经过现场测产 饲料油菜冬季种植 如果在青云前后第一次收割 每产的产量将近4.9吨 如果在每年的2月份收割一次 青云节再收割一次 两次收割的产产量达到了6.7吨 这样高的产量 对于傅廷洞院士来说 是一个喜讯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这意味着 整个团队已经初步突破了 高产的瓶颈 产量是影响 饲料油菜产业发展的一个瓶颈 制约产业的第二个瓶颈 也将接受专家们的考评 这些正在收割饲料油菜的农机 就是傅廷洞解决 饲料油菜产业化发展的 第二个瓶颈的方式 复院士在从990提出来 搞饲料油菜 然后在东北在西北 每年都补了很多的实验点 示范点 这个领导评价都很高 但是呢 就是为什么 没有像我们想象的 铺的那么大呢 就是机械化收获 问题没有解决 饲料油菜的产产量 最高可高达6吨左右 如果饲料油菜的机械化收割 问题不解决 饲料油菜的成本 将会大大增加 我们这一片地有245亩地 如果说不用基建 用人工的话呢 一个人工一天大概120块钱 一个人工的工作效率的话 一天只能割到 7分地左右 那么这245亩地的话 就得 350个人工 仅仅是收割的人工成本 就超过4万元田 收割后的饲料油菜 还要经过量晒 打捆 运输粉碎等多个工序 这样的成本 对于很多养殖户来说 无法接受 也不会选择 可是 饲料油菜 无论从产量 还是营养价值上 优势都是没得说 而且 每到秋冬季节 缺少青饲料 都会成为各个养殖场 共同面临的问题 冬天我们就到处寻找四草 没有草 是吧 这个我们寝宫 就是打野草 就是割干草 我们第一年 这个 在草料上面 可能亏损是一个 三万多块钱 接近五万块钱 我们当时因为 准备清除 准备的比较少 然后呢 当时主要来源是 那个花生秧 花生秧都是从荷兰采购的 但是 当一年 那一年的花生秧 因为在收割的时候 遇上了下雨 所以很多都没变了 质量很差 价格很高 对我们的羊 整个羊群 整个群体 这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我们养这个成本 也偏高了 正常情况下 就是我们牛 我们饲养能发母牛的话 我们一天的金 我们一天的金药 在12公斤 我们的干稻草 在4公斤 但是如果说 在我们缺料的 就是缺乏清料的时间呢 基本上我们清料 就是清除料 基本上就要减到6公斤 我们把稻草的量 就加上去的 经过多年的联合公关 2016年4月7日 饲料油菜收割生产 一体化机器 在饲料油菜现场观摩会上 一亮相 就获得了与会人员 极大的兴趣 这个机制 就是我们用来收获 饲料油菜的一个机器 它的这个组织效率比较高 一天呢 可以收获50摩的这个油菜 油菜进口 从这边进去以后 然后出来的这个 饲料油菜呢 它就是粉碎好的 就不需要再粉碎了 饲料油菜的机械化收割 降低了饲料油菜的收割成本 复院士的团队 还在饲料油菜的 轻注加工中 根据油菜饲料的特点 添加了配方 让饲料油菜 直接就成了产品 饲料油菜啊 它的这个 有一个缺点 就是汗水量比较高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这个性温素 汗量也不高 牛羊都是反除动物 如果单独四味饲料油菜 较高的含水量 和较低的纤维素含量 会导致牛羊无法反除 因此 无论是鲜食还是轻注 饲料油菜在四味中 都必须添加水稻 玉米接杆等 来中和含水量 提高纤维素含量 粉碎好的饲料油菜 被运输到 轻注饲料的生产现场 按照一定的比例 与粉碎的稻草 进行均匀的混合 来降低含水量 增加纤维素含量 黄虎转圆以后呢 就进入古包清除 在古包清除这一个环节 它有一个压缩 以及这个古包的 两个环节 古包 样品出来以后 然后就用塑料袋 装好密封 然后放置一段时间以后 打开就可以 作为流氧的塑料了 现在 这些收获的视频 给我们学校的 封管科研的主管部门看 然后给这个农业厅的 这个封管的 这个主管部门的 这些领导看 包括农业部的 我们傅老师 还给农业部的 几个领导打电话 包括这个喜顺 他就像个小孩一样的 都开了 在仙桃 一定有一些养殖户 在副院室的指导下 用油菜喂牛喂羊 它正好切合了我们羊 在冬季和出春的时候 缺乏了这个饲料作物 就它填过 它填补了这个空缺 第一个呢 它毛色肯定会好一些 毛色发亮 要是增重明显要快一些 通俗的话就讲这个三羊 就是讲这个秋肥 冬瘦春食 这是一个质量规律 就是基本上原来就是说 这个基本上就是 这是个难题 现在看来 如果通过这个 秋天种油菜 冬天来补射 这个方式 能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羊它长得好 它冬天不瘦 它就自然春天不会死 经过十多年的研究和探索 副院士带领团队 突破了饲料油菜产量的提高 和机械化收割 轻助加工生产一体化的问题 为饲料油菜大面积的推广 变定了基础 解决了一些个 繁畜动物的 饲料的 利用方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思路 完整的土地利用 使我们的土地面积 能够发挥更大的优势 现在 中国以油菜为主 然后再配套 能做日米小麦 就可以把湖北的池草产业为北方省份做贡献 在采访中 饲料油菜科研团队的成员说 其实研究饲料油菜 不是副亭栋院士的本职工作 但是副院士从有利于国家 利于产业 有利于农民的角度出发 一做就是十多年 不断地解决问题 不断地突破瓶颈 支撑着像副院士这些科学家们的 就是他们身上的科学精神和家国情怀 好了 如果您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信息 你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查询 感谢您的关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浑身卷毛的胡羊是否值得买 一胎最少能生撒 这样的胡羊到底要不要买 俩月的高羊体重最高能达到31公斤 买来育肥为什么还会心生遗憾 你会买羊吗 学问大着呢 科技院下期讲述 我่ah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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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